大家好 現在我要來念一首睡覺前的短短的童詩 這首詩是《誰在床下養了一朵雲》 是林詩仁老師的童詩作品 親自天下出版社所出版的 開始囉 現實專送 清晨 我在蝸牛身上寫了一首詩 托他送給你 清晨六點鐘 我的詩在草地上散步 八點鐘 我的詩在大石頭上曬太陽 十點鐘 我的詩在小鳥肚子裡玩捉迷藏 中午十二點 我的詩在大忙小的肚子裡迷了路 下午兩點鐘 我的詩在一顆種子頭上發呆 下午四點 我的詩在水壓肚子裡遇見一隻蚯蚓 下午六點 下午六點 我的詩在小河裡學游泳 晚上八點 我的詩在營火晚會上 和一鍋綠豆湯 和一鍋綠豆湯變成好朋友 晚上十點 我的詩跟著水蒸氣往上飄 半夜十二點 我的詩在雲裡練習高空彈跳 現在啊 現在啊 現在 我的詩 化成雲 正 滴滴噹噹噹 落在你的窗前 落進你沉沉的夢裡 親愛的寶貝們晚安